觀光飯店業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衝擊 飯店業都害怕被疫情影響品牌形象 但漢裕酒店卻宣布 加入防疫旅館行列 董事長馬維新也站出來主動說明 馬維新認為身為一個飯店業者 需要擁抱住戶 讓大家有家的感覺 我覺得一個旅館的定義 過去我們聽太多 太少套路 比如說一刻我們做什麼 但是叫做一刻我們做什麼 人家最需要的時候 你完全不肯伸一人手 你把它鋸置在門外 但你覺得 他真的以後有一天 他會記得什麼 但是在這些人 他最需要的時候 我願意當他們的暫時的一個家 暫時的一個病態的時候 我想進半盤你覺得很舒適 你覺得當我重新開幕的時候 他會不會回來 我告訴你 他百分之百會回來 防禦旅館要怎麼做 馬維新短時間擬定一套嚴謹的規則 社會董事長的他 也第一線和員工站在一起 維護壓初步檢查環境 專屬電梯 飯店同仁穿的隔離衣 走廊上的紫外線消毒機 以及換洗下來的衣服 毛巾 床單 交給專業洗衣公司 清潔消毒和雲燙 各種小期間 他都一手規劃 然後呢 你要以身作則 你要做給人家看 你是怎麼去對待你的客戶 你的原則在哪裡 你怎麼不讓他破壞 但是問題 你的宗旨是為了保護他們 保護你的員工 因為畢竟他不是 在現在這個時間 他不是一個戰場的飯店 但是你又要讓他們 舒適的過程中 你要怎麼保護你自己 保護你的員工 其實非常不容易 所以你得在這邊 親密親密 然後呢 再摸索 這裡面要怎麼去設計 這些所有的遊戲規則 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我們網站上 訂的這些標誌 是現在所有的 旅館都在一起copy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 就是反覆在思考 你怎麼去跟他 訂立這些遊戲規則 就是說 今天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貿貿然 你很衝動 你主要是你這 所有的動線流程 可能的風險要考慮到 我才可以做的事情 馬惟欣指出 如果在旅客最需要的時候 飯店卻把客人鋸於門外 是違背心中 以客為尊的精神 因此決定做這件 沒有人要做的事 讓客人知道 漢育一直在陪伴他們 我一定收到 非常非常多的感謝 因為信件 因為他們會感覺到 不用心 我在排飯 我一路都在排飯